在我的印象里面 这个国务院的一号文件通常都是讲农业 所以炒股的人都把这个一号文件的发布的 当做这个农业股启动的时候 因为总有一些政策利好嘛 利好于农业 但是你能想到吗 今年的这个国务院一号文件 聚焦的不是农业 是老年人 今年的一号文件讲的是 如何帮助老年人发展这个银发经济 老年人他的这个消费 老年人的各种费用都可能是 或者老年人的福祉方面 服务你要给他洗浴啊 帮助他们理发啊 让他们这个能够行动自如啊 这些都是银发经济的范畴了 来这些都需要花钱 或者需要政府去补贴 哎这块被这个有关方面重视起来啊 国家特别是国家重视 所以昨天还听到另外一个有关部门的说法 就是这个家装电梯的事 因为他牵涉到老年人 方便老年人上下楼 所以呢 家装电梯的要求是能装 进装啊 要原来还扯点皮 或者说在装电梯事情上有这个规定 那个规定这个要求 那个要求或者有一些部门不主动作为 甚至有的人开始担心 装了电梯以后又发生啊 这个纠纷 那个纠纷 这个扯皮 那个扯皮 但是现在国家的说法非常的明确 就是阴装尽装 赶紧装起来 因为老人老了 他能享受几年啊 是吧 那就要让人家赶紧享受到这个电梯的福祉 所以今年呢 这个银发经济必然会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从我的角度来讲呢 这个老年人的精神娱乐生活 尤其是跟这个手机啊 跟电视有关的生活 是我所做的这个行业 而且我今年还受聘成为了社区学校的 这个义务的啊 这个社区学校的兼职教师啊 帮帮助老年人讲什么呢 怎么样在手机上剪辑视频 我觉得这也是发展老年人福祉的一项好的事情 也当然也希望全社会都能够共同的关注 老年人的这个精神生活 我的视频的这个呃叫什么呢 受众画像啊 百分之六十是老年人 所以我我也希望这一条好消息呢 能够带给我的观众啊 你们一个今年2024年的一个信心啊 我们过得更开心更快乐啊 当然也欢迎您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 说说您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照顾 或者您觉得呃在哪些方面还不是太方便 man